说什么呢 人家可是有老婆的人 温敏难为情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背 我明白了 这就是你发愁的原因 她老婆好像不在这里吧 没看出来哪一个是她老婆呀 你不如找个机会和她睡了 生米煮成熟饭 她就不得不和老婆离婚了 另一个同学一脸戏谑地说道 我们温敏才不是这样的人呢 人家好歹也是千万身家的富婆 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大眼睛帮着温敏说话 好了 不说她了 给别人听见了难为情呢 对了 我决定了以后就常住桃园村 任吴凡公司的药材分公司的经理 你们以后可要常来看望我呀 温敏转移了话题 那是当然 大眼睛闺蜜不假思索地说道 你看呀 现在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 你一个电话我们就过来了 以后修了水泥路 车子能直接上来 我们肯定更加是随叫随到呀 不过吗 另一个闺蜜的似乎有些犹豫 看了看四周 不过什么 有话就真说 用得着这样吞吞吐吐吗 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温敏瞪了她一眼 温敏呀 你要跟吴凡或者村长说 马上解决厕所的问题呀 我之前想方便一下 走进那个茅厕 我的天呀 臭气熏天 搞得我差点吐了 望风而逃 后来还是在草丛里解决的 那个闺蜜小声地说道 她这一说 马上就受到了大家的批评 大眼睛闺蜜用筷子指着她 娇称道 你是害她 我们吃多了这么美味的饭菜 让你吃不够是吧 这个时候说这些 就是故意让我们反胃 别再说了 就算要说也含蓄一点呀 什么女人 对 对 我的错 我检讨 不过这是事实 那个闺蜜涂了吐舌头笑道 你们放心吧 温敏肯定地说道 吴凡早就有了安排 一旦水泥路修通了 就会先行在村委会旁边建立标准的公厕 以后有钱了 就更加没得说了 就像你们说的 以后一定是世外桃源 城市里有的这里也有 可是这里的风景和环境 城市里倒退百年也不可能有呀 是不是 那是的 对了 温敏 你既然是这里的经理 要是这里的公司真的发展进来了 我们就辞职跟着你混 行吗 大眼睛间闺蜜笑道 好 大家都开心的大笑 中午饭吃过之后 很多人都喝醉了 不过为了赚钱 村民还是在放下碗筷后就四下散开 又去采收草药去了 吴天国和老婆一起 却带着孙子回到了家里 他们并不是不想去采收草药 而是林美玉刚才悄悄的告诉了他们 赵永乐会带着女儿去家里 赵永乐已经去过家里多次了 可以说是熟人了 但是他女儿还是第一次去呀 在大家都离开后 赵永乐带着女儿赵林 来到了在路口等着的林美玉身边 阿姨好 赵林主动打招呼 娃娃脸上还带有一丝笑意 赵林 你好 今天累坏了吧 林美玉一时之间没话可说 只好这样打开话题 不累呀 吴凡挺照顾我和爸爸的 老师叫我们少做多休息 他真是一个好人 人长得帅不说 还那么善解人意 赵林开心地说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一看见吴凡 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心里就特别得放松 然后他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似乎心情特别好 看着女儿欢快地身影 赵永乐就知道 他应该是已经接受了林美玉 因此他的心里也是特别舒服 永乐 赵林 你们来了 快 请里面坐 正在门口等待的吴天国 看见他们来了 赶紧打招呼 爷爷 奶奶 赵林本能地叫道 看见两个老人 确实有那么大年纪了 他叫爷爷奶奶 也是正常的一种客气称呼 不过 吴天国和老婆却把这句爷爷 奶奶当成了另外一种含义 激动地两眼放光 一口同声地说道 赵林 真乖 同时 吴天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红纸包着的东西塞给了赵林 笑道 赵林 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农村里并不流行什么纸盒的红包 都是裁切一点过年 鞋队连留下的红纸 把钱包在里面 就成了红包了 所以那些钱并没有被完全包住 红红的票子还露出不少呢 赵林看了一眼 自然知道是红包 于是客气了一番 他并不缺钱 所以对于钱没有太大的兴趣 收下吧 收下 这是长辈给晚辈的见面礼 在我们这里是必须的 反正也不多 你别嫌少就是了 林美玉在旁边劝说道 同时还对赵永乐使了一个颜色 对 林儿 收下吧 这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 赵永乐自然顺着林美玉的意思说道 好 那就谢谢爷爷奶奶呀 赵林把红包放进口袋 欢快地说道 好 好 两个老人高兴地合不拢嘴 走进厅屋时 林美玉的孩子正好醒来 在那里哭着 赵林听见了 惊叫道 哇 还有小朋友呀 然后他马上走了过去 伸出手 在小孩的脸上轻轻地弹了弹 笑道 小朋友 你是不是一个人不好玩呀 大人都不理你 以后就跟着姐姐玩吧 好不好 说来也奇怪 已经半岁多的孩子见到赵林后 马上就停止了哭泣 瞪大眼睛看着赵林 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看来他很亲你这个姐姐的 林美玉看了赵永乐一眼 非常高兴 吴天国夫妻俩看在眼里 也是洗在心里 看来赵林这孩子还是喜欢美玉的 爱屋即屋吧 以后大家在一起才能和谐一点 来 来 永乐 林儿 过来喝茶吧 吴天国招呼道 我不用喝茶 刚才在吴凡家里喝了不少 你们喝吧 我陪这个小朋友玩玩 赵林挥了挥手 眼睛还是瞪着小孩子 赵永乐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不用理会他 而他自己走了过去 来 再喝一杯 见他坐了过来 吴天国很是热情的又倒了一杯酒 他刚才在吴凡家里喝了不少呢 林美玉看了赵永乐一眼 关心的说道 担心赵永乐喝醉 没事 吴天国说道 那是在吴凡的家里呢 现在在我们家 当然还是要喝一杯的 对 对 赵永乐复合道 这是我节后余生 再一次回到家里 当然要和叔叔婶婶喝一杯 喝了几杯酒后 吴天国直接说道 永乐 你和美玉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叔 婶 我现在已经提前退休了 无牵无挂了 就想在桃园村来照顾你们和美玉 只要你们同意 我希望是越早结婚越好 免得别人说闲话 你看怎么样 吴天国和老婆相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道 女大不由娘 何况是儿媳妇呢 只要美玉同意 我们俩是没有意见的 再说 永乐你看上去 就是一个有责任感 有爱心的男人 美玉交给你吧 我们也非常放心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好好 赵永乐非常高兴地点头 然后看着林美玉说道 美玉 你觉得呢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林美玉羞涩地说了一句 然后赶紧离开去抱小孩子了 吴天国和老婆都笑了 他们肯定看出来了 林美玉芳心大动 现在是水到渠成了 永乐呀 你和美玉哪天去把手续办了 然后选一个好日子 把婚礼办一下 请村长和吴凡 包括其他的村民都来热闹一下 来 我们再喝一杯 笑过之后 吴天国非常高兴地举起杯子说道 好的 谢谢叔叔婶婶 赵永乐也是一脸红光 不 不 吴天国摆了白手道 永乐 你要注意一下 你犯了一个错误 这错误不改过来 美玉是不能和你结婚的 什么错误呀 还请叔叔明示 赵永乐一脸的猛逼 没有及时改口 永乐呀 虽然我比你也只大十几岁 但是辈分和称呼不能乱 你应该叫我们爸和妈了 吴天国笑道 我马上改 爸 妈 赵永乐挠了挠头 有些尴尬地叫了一声 声音都有一些飘 习惯了被人叫爸 现在还要叫别人叫爸 特别这么大的人了 突然叫人家爸妈 还真是有一些难为情 喝了几杯酒后 赵永乐主动说道 爸妈 我们还是去采收草药吧 那么赚钱 不抓紧时间 有些可惜 我和你们一起去 让美玉在家带孩子就是了 好呀 好呀 只是你吃得了这分苦吗 吴天国自然非常高兴 这也是自己正在想的事情呢 放心吧 我上午在吴凡那里 就已经开始锻炼了 赵永乐拍着胸脯说道 林美玉并没有留在家里带小孩子 而是按照上午的那样 把孩子一起带去 要喂奶时就喂一下 否则就让他坐在摇椅上 四个人走在路上 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眼光 吴天国似乎非常得意 主动和大家打招呼 并且在碰见男人时 还把赵永乐给他的香烟拿出来发 晚上的八点 在吃过晚饭之后 温敏的六个闺蜜 还有那十个做饭的厨师 都一起离开了 同时离开的 还有华诗天 他毕竟年轻大了 在这里睡也睡不好 又总想着多做一点事 这样就会很累 怕他的身体吃不消 所以吴凡才让他回到县城去了 一天的喧闹过后 桃源村恢复了平日的宁静 只有吴凡家的制药场所 依然一片火光 蒸汽也依然在生腾 晚上 饭水冰带着修路的十几个工友帮了吴凡一阵 所以现在所有的陶罐里面都已经放入了草药 下面也放了木炭和柴火 已经开始在炼制 这样一来 吴凡也就轻松了许多 在晚上的十二点时 他就让饭水冰 小蝶 赵灵 还有胡姬花和温明等女孩子去睡了 因为没有床的原因 孟姜美在楼上接着铺地铺 勉强让他们都有了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 杨令夜和温超风 还有吴大海 他们也坚持到了十二点 后来实在是想睡了 就回房间去睡了 或许是因为太累了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睡下去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很香 吴家的屋子 在夜色中显得非常的翔和安静 吴凡一个人在守着炼药的地方 他决定再熬一个通宵 等明天华诗天再上来时 就让他看着 自己去睡觉 因为这个时候 他就是想睡也没有地方 他的那个地铺 已经让给温超风去睡了 终于安静了 只剩下吴凡一个人了 喝喝水也没有想到 在表面安静的背后 其实一点都不平静 在吴凡家侧面的那座山上 有一道欣喜的声音响了起来 太好了 只有他一个人 躲开他 或者把他干掉 要完就可以被我们拿走了 哈哈 另一个人晃了一下手中的弓弩 非常得意的笑道 这是一个四个人的团伙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偷一批桃源神丸去卖高价 毕竟现在的桃源神丸功不应求 黑市价已经达到了十万元一粒了 现在已经到了十二点多了 他们都有一点想睡觉了呢 吴凡确实是累了 关键是昨晚一晚没有睡 今天又已经赶了一天了 于是就靠在炼药厂旁边一棵大树根上 闭目养神起来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养神居然睡着了 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见他久没有动静 四人团伙中的老大说道 准备动手 老二你负责警惕外围 注意看有没有人过来 老三你负责警惕吴凡 只要他醒过来 你利用弩箭射死他 老四和我一起 把袋子里的药丸拿到手 然后一起撤 晚上村里没有人 我们可以从大路直接撤走 不用再跋山射水了 明白吗 明白 老大 另外三个人一口同声的说道 很快 他们就悄悄的摸了过去 离吴凡及那个 装着一千颗药丸的黑色袋子 是越来越近了 在他们刚要冲过去时 却赫然发现 有一道高挑婀娜的身影 从屋子里走出来 慢 老大见有人出来了 赶紧示意兄弟们趴下 只见出来的这个身影 是一个女人 看上去相当的清秀 身穿黑紧身衣裤 像是夜行侠一般 但是身材突凹有致 分外迷人 老大吞了一口口水 邪恶的对身边的兄弟说道 看见没有 这个女孩子就是吴凡身边的人 好像大家都叫她小蝶 或许我们几个还有艳遇 但会满足一下她 呵呵 好呀 好呀 反正吴凡睡了 我们先把这个女人绑过来 然后再拿药丸 之后再玩这个女人 然后再撤 几个兄弟也是一脸邪恶 小蝶在今天又接到了狂龙的电话 要他要么杀掉吴凡 要么搞来至少一千例桃源神丸 否则就要杀掉她的父母 还要凌辱她13岁的妹妹 吴凡一直在替她治疗癌症 为了采药还差点摔死 加上看见 吴凡一心为了村民而劳累不堪 竟然有一些不忍心下手了 于是他自然想选择完成第二个任务 小蝶到门口一看 顿时一阵狂喜 因为他这里看过去 清楚地看见吴凡靠在树根上 没有任何的动静 于是他捏手捏脚地来到了 挂了一个袋子的地方 那里离吴凡休息的地方有十几米远 之所以放在那里 就是吴凡白天时忙着炼制药丸 有了药丸就挂在那里 他可以随时看见 也可以随时和小陈交接 当他的手触摸到装有桃源神丸的袋子里 小心脏砰砰直跳 呵呵 没有想到任务那么轻易地就完成了 什么 他也是偷药丸吗 看见这一幕 四人团伙中的老大赶紧伸手制止了 要上去掳走他的兄弟 冷静地说道 先看一下他要把药丸拿到哪里去 到时候我们可以色药兼收 岂不是更加完美 呵呵 老大就是高 另外的兄弟连声称赞 紧接着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是 小蝶拿了药丸之后 竟然一步一步朝他们隐身的地方走了过来 一边过来还一边回头 似乎担心吴凡会醒过来 小蝶早就在心理计划好了 那就是自己要是离开了 势必会引起吴凡的怀疑 并且还有可能报警抓自己 所以他只想着把药丸偷了 先藏起来 然后第二天再找机会送走 或者让狂龙派人来取走 而这个树林 正是他白天观察后 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藏匿地点 吴凡和家人包括村民 都忙于采收草药和炼制桃源审玩 这边根本没有草药 所以他们断然没有不讳 也没有时间过来 人算不如天算 小蝶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有四个男人 在守株待兔地等着他 当他刚到树林时 就被老大一把搂住了 并且用手去捂他的嘴巴 只是在无助之前 他出于本能地叫一声 怎么回事 吴凡一咕噜就站了起来 眼睛四下扫视 吴凡试着问道 是谁呀 应一声 不要怕 我在外面守着你呢 在被突然袭击之后 小蝶短时间内 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不知道反抗 但是过了几秒钟后 特别是听见吴凡的声音之后 他感觉到吴凡一定能救自己 于是拼命地挣扎 双脚在地下猛灯的声音 还是传了出去 四人团伙害怕被吴凡发现 于是其他的人赶紧帮忙 其中一个同伙 把小蝶的双脚抱住 另一个同伙 把他拦腰抱起 小蝶身体悬空 嘴巴又被紧紧地捂住了 所以不管怎么挣扎 都没有任何的声音发出来 事情也太巧了 突然有一只猫搜的一声 从吴凡的旁边窜了出来 当吴凡看着他时 他警惕地瞪着他 并且还喵喵地叫了几声 原来是只猫呀 吓我一跳 吴凡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拍了拍脑袋 就转身离开了 把小蝶抬过去一段距离后 四人团伙中的其中一个 脱下了自己的一只袜子 塞进了他的嘴巴里 同时把自己做驯服上的绳子抽出来 把他的双手紧紧地捆在了后面 然后松开他 扔在了地下 小蝶瞪大双眼 惊恐地看着他们 眼神有绝望 有哀求 只是他嘴里被塞住 哪里能说出话来呢 小美女 怎么样 后悔了吧 没想到 你居然是吴凡身边潜伏的一条毒蛇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都是坏蛋 老大晃着手中的药丸袋子 一脸得意地笑道 小蝶想要解释 想要哀求 可是却发不出声音 只能污液 别哭了 不然打死你 一个男人说着 用脚在小蝶的脸上 狠狠地踩了几下 不要 不要 小蝶在心里哀求 不断发出哀求 吴凡靠在树上 迷迷糊糊之间 却隐隐约约地听到 似乎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敲打 怎么回事 在这山林之间 怎么可能有这种声音 他感觉到有些诡异 昨晚可没有这种声音呀 吴凡听了一番后 非常肯定 这声音应该是树林那边传过来的 反正这个时候也没有事情 吴凡决定去看看 如果真是什么野猪等野兽 不妨打下一只来 明天给家里的客人改善一下生活 于是吴凡把小雪 留给自己的那一把小飞刀 捏在手里 然后快步往树林里走去 里面的几个男人 还在折磨小蝶呢 不好 吴凡又过来了 就在这时 负责警惕的老三回头小声地叫了一句 什么 甚至有一些不敢相信 老大非常恼怒 于是他抡起拳头 猛地一拳砸在了小蝶的太阳穴上 小蝶身体一软 晕了过去 这一道声音在寂静的夜里 听见其特别的明显 吴凡听见后 感觉到更加不对劲 他直接跑了起来 很快 隐隐约约的 他看见有几道黑影在那边 助手 什么人 他大叫了一声 依然速度不减低冲了过去 不好 发现了 负责警惕的老三 惊叫了一句 这一句也是在受到震惊之后 本能地叫出来了 所以吴凡清楚地听见了 更加坚信那边有人出事了 所以速度更加快 即将得手的老大一脸懊恼 赶紧爬了起来 当看见吴凡在夜色中 如一同猛兽般地冲过来时 他急切地说道 放箭 射死他 放 老三手中的弓弩 顺即射出了三支箭 他早就搭好了三支箭 真正的张弓以待 手一扣动 弩箭就击射而出 吴凡感觉到了危险 听音变位 吴凡赶紧往左边晃了一下 避开了右边的一支弩箭 不过 正在他暗自庆幸时 另一支弩箭扑的一声 直接射进了他的左胸 他虽然身形敏捷 可是没有想到 对方是同时射出三支箭 所以顿时身体一震 感觉到一阵剧痛袭来 吴凡不再犹豫 右手猛第一抖 一直捏在右手的小飞刀 闪过一道寒光 静止飞了过去 啊 手拿弓弩的恶徒 见自己应该是射中了吴凡 正在高兴呢 可是却突然感觉到了 右手一阵剧痛 忍不住叫了一声 手中的弓弩也掉在了地上 吴凡射出飞刀之后 还是快速往前冲 想要再把其他人制服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似乎看出来 有一个女人被绑在了那里 不管这个女人是谁 反正是受害者 或许还真是自己家里的客人呢 啊 不好 突然间 吴凡涌出一阵不妙的念头 他感觉到头晕目眩的 然后一头就栽了下去 倒在地离四人团伙 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他倒下了 老大剑吴凡倒下去了 非常得意地说道 老三的剑可是有麻醉药的 几百斤重的野猪都能麻晕 何况一个普通人呢 突然一道雄魂的声音响起 同时一道黑影扑了过来 黑影把光线遮住了 像是乌云盖顶一样 四个人猛地回头 顿时发出一阵阵惊叫 然后夺路狂逃 因为他们赫然看见 居然有一只猛虎朝自己扑了过来 猛虎准确地咬住了老大的腿 然后叼起来 猛第一甩 老大的身体瞬间凌空飞走 落在十米开外 其他三个人跑得快一点 老虎没有追上 当他们拼命跑 简直要断气时 才惊讶地发现 老虎根本没有追上来 他们极度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 暗自庆幸 原来 那只老虎正在撕咬无凡 看来 他也只是要吃人肉而已 才不会区分是好人的肉 还是坏人的肉呢 能吃饱就行了 再松了一口气后 他们一边警惕 一边悄悄地摸向了老大倒下的地方 三个人找到老大之后 赶紧扶着他 让他强忍疼痛 快速撤离 那边的小蝶也罢 还是桃园神丸也罢 他们再也顾不上 只是时间过了有两分钟 吴凡都没有醒过来 猛虎似乎也急了 于是直接窜了出去 他来到吴凡家门口 对着大门连连吼吼地叫了几句 出什么事了 吴凡家里的人都被这几声呼啸声惊醒了 吴大海一咕噜就爬起来 问到同样坐起来的老婆道 你听见没有 老虎似乎就在我们家门口大叫 怎么回事 孟江美帝声音有一些发抖 不知道呀 吴凡还在外面呢 按说只要吴凡在 那虎大侠不会如此吼叫呀 难道吴凡出事了 难道是另一只老虎 把吴凡吃了 孟江美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太可能 我们家附近没有老虎 我去看看 吴大海说完就下床 在过道里 他拿起了一把放在那里的斧头 想着或许能作为武器 同时 楼上地铺里的几个年轻女人也都惊醒了 咦 小蝶呢 饭水冰坐起来 看了一眼另外三个女孩子说道 吓到楼下时 就碰见了吴大海和孟江美 随后温超峰和杨令叶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也出来了 大家一起高度紧张地来到了门口 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胡大侠爪子撑在门上 已经站起来 眼神急切地看着里面走出来的人 胡大侠 你想干什么 吴大海举起手中的斧头 叫了一句 吴凡在哪里 母老虎赶紧跳了下来 似乎是在示意 自己没有恶意 吴大海把女人和老人挡在了身后 自己提着斧头慢慢地走了出去 把门打开了 母老虎看见他出来后 就朝吴凡倒下的地方跑了过去 吴大海看了后面跟着出来的人一眼 彼此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吴凡出事了 于是跟着老虎进山寻找吴凡 就在大家紧张无比时 吴凡却发出了咳嗽声 饭水冰脸色顿时变红 赶紧停止了动作 关切地看着他问道 你醒过来了 感觉怎么样呀 没事 没事 吴凡坐了起来 看了一眼大家道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是他带我们来的 大家指着 一直在旁边蹲着的母老虎说道 吴凡 你怎么三更半夜的到这里来了呢 那些朝你射箭的是谁呀 吴大海本能地问道 吴凡似乎突然才想起来 他一拍脑袋 看了一眼几个人说道 对了 对了 小蝶呢 小蝶怎么没有跟你们在一起 不知道呀 我们醒来就没有看见他 还以为他和你在一起谈人生呢 饭水冰说道 不好 那一定是他 你们赶紧过去 前面五十米处 他可能是被坏人害了 快去吧 吴凡指着前面说道 同时 他自己也站了起来 想带着大家走过去 不过 显然麻醉药的余威还在 所以他的脚步有些亮呛 饭水冰看见后 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在母老虎的陪伴下 杨令叶带着吴大海 他们走在了前面 当看见地下 有一个女人在挣扎时 杨令叶惊叫了一句 然后赶紧回头说道 大家过来吧 是小蝶就在前面 温敏和范水冰 还有赵玲及胡姬花 赶紧上前 把小蝶嘴里的袜子扯下 然后把捆住双手的绳子解开 不停地摇着他的脑袋呼唤道 小蝶 小蝶 你怎么样了 半分钟都没有醒过来时 外围的吴凡说道 应该是晕过去了 我来救他 在吴凡家 对小蝶动机和身份存疑的 只有吴凡和范水冰 还有就是杨令叶和杨如柳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就把他当成普通的牧民而来找吴凡治病的人 所以赵玲非常急切地叫道 吴凡哥 那你能走吗 能走就赶紧过来 救人要紧呀 听了他的话后 吴凡想想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就说道 放心吧 我能走的 这点小伤能把我怎么样 我马上过来 说完 吴凡就一拐一拐地走过来 然后蹲下去 检查小蝶的状况 吴凡心里同时也在想着 小蝶究竟在深夜出来做什么 又怎么会被那些人带到这里来呢 这一切 看来只有等小蝶清醒过后才能知道 于是吴凡不再想别的 而是认真的把脉 一分钟后 他得出了结论 小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因为窒息太久 脑子里缺氧 必须赶紧治疗 于是 吴凡把双手压在他的头顶上面 然后按运蒸汽 顿时 一股股强劲的蒸汽 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小蝶的大脑里 小蝶自主呼吸比较弱 此时此刻的高压蒸汽 就像是在浇灌酒汗的大地一样 在里面环绕滋润 几分钟后 小蝶轻声哼了一声 又过了三分钟左右 小蝶突然睁开了眼 他觉得对不起吴凡 醒了 太好了 你休息一下 冰冰姐去给你拿衣服去了 吴凡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就走 面对一个如此娇美年轻女人的身体 真的太难控制自己了 看着他的背影 小蝶真是感慨万千 吴凡 真没有想到 桃圆神丸才生产两天 就有歹徒铤而走险的药上来偷了 我看确实要加强安保才行 不然 可能还会有危险 他们以后可能会抢 杨令叶居安思维 想到了这一点 那你觉得要怎么做 爷爷 吴凡好奇地看着他 这样吧 吴凡 你这个桃圆神丸 可是震惊全球的一个项目 我估计不光有小混混 想着偷一些出去卖 还有可能有国外的特工会打注意 所以必须通知政府 让他们派一支武装力量 至少也要几个警察上来把守 杨令叶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这一粒药丸 黑市价已经到了十万元一粒 这还是在国内呢 据说一粒药丸 只要走私到了国外 至少一百万元呢 毕竟一粒药丸就能救一条命 而国外有钱的人不少呀 温超峰接口说道 一百万元呀 有这么值钱吗 吴凡笑了笑 有些不理解 温超峰是一个生意人 自然更加理解这些 他也笑了笑解释说道 吴凡 你觉得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呀 人家几十亿的身家 如果没有桃圆神丸 就会一命呜呼 钱财老婆儿女都是别人的了 这时别说一百万元 就是一个亿也要出呀 所以说你是我们国家百姓的福星呀 我们只要花一千元就能救命 就在这时 突然路口传来 一阵一阵的脚步声 似乎有千军万马一般 怎么回事 难道是那四个恶徒的帮凶杀回来了 几个人大惊 吴凡马上站起来 手里又捏着了那枚小飞刀 怎么回事 吴凡定睛一看 顿时一团雾水 不会吧 这些歹徒也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装成警察 想要明目张胆地上来抢吗 就在他暗运真气 叙事呆发 准备放手厮杀时 一道女人的娇喝声响了起来 放下枪 你们糊涂呀 要你们来保护吴凡 你们怎么反而把枪指向他 什么 他就是吴凡呀 那些人赶紧把枪放下 一脸的难堪 呵呵 对不起 杨索 我们不认识他 加上他举起斧头 又那么高大凶猛 让我们误会了 杨索 吴凡看向后面 原来是杨如柳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 刘姐 怎么是你 吴凡有些惊讶 这些都是真警察吗 是 是 吴凡 杨如柳上来 走到吴凡的身边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华石天在家里被绑架了 现在下落不明 初步怀疑歹徒 是因为华石天研制出了桃园神丸 所以才绑架他要为他们效力的 现局觉得事件重大 为了桃园神丸的安全 所以特派我带着16个同事过来保护桃园神丸 当然主要是保护你 什么 华大叔被绑架了 吴凡大惊 现在全程在找他 出现的道路封锁 每一辆车都要检查 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警方接到通知之前就已经被运出 成了 杨如柳有些担心的说道 啊 他什么时候被发现不见了的 他今天没有在你这里上夜班 所以回到家里就睡觉了 华局在查一个案子 回到家里都已经晚上11点了 却发现父亲不在家 同时发现房间凌乱 就怀疑出事了 于是赶紧查看家里的监控 就发现有四个猛脸大汉闯进他家里 把他父亲带走了 于是即刻报警 杨如柳仔细地通报了一下 而这时 杨令夜和吴大海及温超风因为担心吴凡 也已经跟了过来 见识杨如柳带领的警察后 顿时送了一口气 爷爷 大叔 杨如柳赶紧打招呼 好好 辛苦了 杨令夜说道 我刚才还在和吴凡说担心要出事呢 没有想到华诗天果然被绑架了 哎 还好你们来了 他把这里有四个人来偷药丸被小蝶发现 然后把小蝶绑架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些警察听了后就明白 吴凡刚才举起斧头冲过来的原因了 是以为自己是那四个歹徒的同伙呀 杨如柳听了之后 马上做出了安排 你们每四个人一组 分别把守四个方向 有什么情况不对劲时 马上呼叫其他组增援 是 杨索 十六个警察威武的应了一声 然后就马上散开了 刚好这时 孟娇美他们陪着小蝶回来了 杨如柳看见他们时 自然又打了一番招呼 然后他就盯着小蝶说道 小蝶呀 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 听他这么一说 温敏和赵灵 还有胡姬花都连连点头 显然是认为他说的非常在理 那就辛苦你了 你们去休息吧 还可以睡几个小时的 杨如柳见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就挥了挥手 都回去睡 有了柳柳在这里 放心的睡大觉吧 杨令叶伸出双手 做了一个朝里面推大家的动作 于是大家也就都回到家里去了 很快 外面就恢复了桃园村夜晚应有的平静 无法检查了一下各个桃冠的伙事 然后就坐下来 杨如柳早就在等着他了 于是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 累吧 听说你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了 在吴凡坐下来后 杨如柳关切地问道 是啊 不过之前打了一下瞌睡 结果就发生了药丸被偷 小蝶被绑架的事情 吴凡苦笑了一声 对了 吴凡 你觉得小蝶的话可信吗 杨如柳秀眉紧促地问道 嗯 应该还是能相信吧 否则实在是想不通呀 但愿是这样吧 不过吴凡呀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才行 杨如柳还是有些不安 一罪从无呀 不能因为怀疑而怀疑 我相信他这一次一定是想帮我 那就好 杨如柳笑了笑 然后就岔开了话题 两个人聊了一些别的事情 一个晚上终于过去 当太阳升起时 杨如柳睁开了眼 却发现自己正靠在吴凡的肩膀上 嘴角似乎还有一丝口水 于是他非常难为情地 推了吴凡一下 娇称道 我怎么睡着了 你也不叫醒我呢 我看你也挺累的 一个晚上没有合眼 所以哪能忍心把你叫醒呢 算你有一点良心 我可是为了保护你呀 也算是贴身保护 懂不懂 对了 你没有趁我睡着时 对我动手动脚吧 杨如柳瞪着吴凡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